接下来又与您分享的生命故事 是过去烟酒不铃声的他 如何在太太的寻寻善幼之下 戒除了所有不良的喜气 师兄就比较爱抽烟 爱喝酒 晚上爱往外跑 朋友叫到就出去 所以时常会让我起烦恼 我们一有活动 我们就不要给他恐过 就尽量地要他来 给他来我们这个菩萨道 可以修行吗 喜欢煮啦 喜欢煮就煮啦 可以帮就帮 这个是我的兴趣 可以学东西啦 林小善本性乐于助人 如今在济诗堂付出的过程中 不断自我学习 渐渐地也改变了自己的喜气 之前他不会说煮饭给家人 是给他师姐吃的 不会的 他是大烂人主义这样子 我赚钱两家这样就算了 我有我的自由时间 那你要吃什么你自己去煮 这样子他也没有如素的 之前就比较少煮嘛 现在最近在济诗堂吃常煮哦 回来会自动会要求啊 问要不要吃饭 要不要吃晚饭啊 然后晚饭就由他去准备 爱奇心切的他 不仅把他在济诗堂里 所学的菜色变成自家菜 也放弃了四十多年的婚食 逐渐变成素食者 我们在家里都是素食 然后我师兄煮的也是素食 然后孩子也是很喜欢吃 全部都不可以吃 我们希望就不能吃素 有些动物了 林小善的改变 不仅改善了家庭关系 也启发了女儿疼惜动物的爱心 大爱新闻 林志勇 维斐赫 马来西亚报道